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阿拉斯加西利附近的坠机现场死亡 第三名士兵在前往班尔·费克斯的医院的途中死亡 第四名士兵因为受伤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阿拉斯加陆军发言人约翰·彭内尔周四早些时候表示 事故发生时每架AH-64阿帕奇直升机上载有两人 这些直升机来自位于温赖特保的第25航空团第一攻击营 军方表示坠机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更多细节将在有消息时公布 据报道这是今年阿拉斯加发生的第二起涉及军用直升机的事故 今年2月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从塔尔·基特纳起飞之后翻转 造成两名士兵受伤 今年3月两架美军陆军黑鹰医疗救援直升机在肯塔基州坎贝尔堡 东北约30英里处进行例行训练时坠毁造成9名士兵死亡 美国机密文件外泄引发的余波持续 德国传媒报道有文件提及 美国军方曾经监听中德国防磋商的情报和相关的工作对话 德国时代周报和电视一台获得的五角大楼泄密的一份绝密文件显示 中德两方代表在柏林的对话磋商 负责与中国国防部联络的德方代表表示 德中同意在柏林的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再次举行联合研讨会 并争取在为联合国提供军事支持上展开合作 在文件最后还写道 2020年至2022年 德国国防部曾寻求与印度国防部建立类似的磋商 但是未能实现 这份文件中的一些描述与当时的会晤内容相吻合 比如中方曾公布的一篇 题为中国国防部派团赴欧洲举行机制性对话磋商的文件纸 中国国防部派团于2月16日至25日 赴匈牙利、德国、欧盟和北约总部举行磋商 目前德国安全部门正在就此事进行调查 至于将做出何种反应取决于美方的回应 此外彭博社早前引述消息报道 德国政府正在考虑限制向中国出口晶片化学制品 正就此事跟欧盟、美国密切联系 德国总理府今天向路透社指出 目前没有推进相关的计划 德国经济部也不知道有关的计划 也没有计划对晶片化学制品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 罗马听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抵达匈牙利 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 他计划会见匈牙利的总理维克多·奥尔班 并主持星期日在议会前举办的露天弥撒 高龄86岁的方济各一个月前才因为知习管炎 住院身体虚弱 因此此行只会停留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方济各抵达匈牙利之后 匈牙利的总理诺瓦克在总统府迎接 接着会晤总理奥尔班 诺瓦克先前告诉当地媒体 为了接待方济各 他最近勤练西班牙语 奥尔班2010年接任总理之后 时常持反移民的论点 捍卫基督教欧洲的理念 这和方济各对逃离贫困 或者战乱地区的民众 持欢迎的立场相违背 尽管如此 方济各去年在梵蒂冈 一次公开的接见中 曾因为匈牙利 欢迎逃离战乱的乌克兰人 而感谢奥尔班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五个月前 方济各曾在布达佩斯 短暂地停留七个小时 参加一场宗教活动 当时他允诺将重返匈牙利 方济各今天中午将发表此行的首次谈话 并于下午会晤当地的主教 以及神职人员 教堂广场上已经架起了大型的荧幕 并摆满椅子 届时将对公众直播他的谈话 中国和印度防长昨天在印度新德里会面 两人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的会议 中国防长李尚福表示 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 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了沟通 李尚福说 作为相邻大国和重要的发展中国家 中印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双方应以全面的长远的战略的眼光 看待两国关系和彼此发展 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贡献智慧和力量 目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平稳 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沟通 应登高望远 把边界问题放在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 推动边境局势早日转入常态化管控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 持续增进两国互信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这是自2020年中印边境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首次对印度进行高级别的军事访问 中印两国军队曾于2020年6月15日 在加勒万河谷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 造成双方人员伤亡 中印两居本月23日在墨尔多中方一侧 举行了第18轮军长级会谈 双方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 保持密切沟通对话 加快解决中印边界西段的有关问题 感谢收看本时段的新闻快讯 更多新闻资讯 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 明镝 brother grandma 今天晚上有点冷静好 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 associ就说明镜ités